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家族企业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规范的要求 当初参与的时候是没有目标的 只是把事情做好 把人做好 但是有了基础以后 我们有新的目标了 我们在01年的时候 把红韧品牌兜掉 重新定位注册宝曼品牌 以章卖的形式做家法 这是一个长样的规划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十年代初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 其实自行车跑了几十里一半 对吧 大风 西北风 哗哗的 你自行车都不能往前跑 然后你当时看到有一个车 摩托车过来的时候 你就自己看在心里 哪一天我又用了一部摩托车 能够带着我们往前跑 我觉得幸福很简单 我们要满足 我们要自作 对吧 我们要在满足 自作的不当中 要去追逐 未来的宝曼品牌的发展 我故人的认为是 首先是 把互联网 以线下跌的结合 作为重点 第二个 把产品的研发质量 包括整个产品的结构性 离得更好 这样 我觉得整个品牌 它的基础会更好 作为企业来讲 或者作为品牌来讲 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首先是 根据市场的情况 要做出一个参新的精神 永不放弃的精神 来去发展 现在的时代就是什么 线上线下的一体化 首先是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 然后你把定家机制 你的影响策略 都按照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种理念 去达到 所谓的伙伴 他一定要自同道合 去合力 去做一件事情 去为信任我们的人 跟随我们的人 去参照最大的价值 二十年的记忆 有了一定的经验 但是下一个二十年 我们必须要 抱了一种 新人的态度 新人的这种姿态 对待下一个二十年 和我们的年轻人 这一半的年轻人 思想要极归 所以下一个二十年 我觉得不能用年龄 去限制我们的发展 我觉得我们要去抱了一种 年轻的心态 重新开始的这种姿态 去挑战未来男生 我是希望我们 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我们跟客户 跟团队 一起 创新 创新的精神 调整好自己 把市场 打造得更好 我觉得 这个一定是可行的 就未来十年 二十年 我们始终围绕着 我们的愿景 做百年企业 百年平白 不断地探索我们经济上 文化上的基础 不妨出众 坚持做百年企业 百年平白 为我们的传承 打造一个很好的基础 其实这二十年来 我们也做了很多事 也做对了很多事 也做出了所为的 做出的事 但我认为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我们一定要更专注 绝不做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的事 现在和未来 我们一定会 为大家的发展 与成长 成长起更大的责任感 使命感 为大家服务 宝宝 感谢大家二十年来 一路相伴 也希望和大家 继续二十年一起挑战 参照下一个奇迹 路是没有尽头的 我们只有大胆地往前跑 有这种不怕苦的精神 参与性的精神 才能看到更好的明天 就算会做什么 向前走 就像走 就算会做什么 向前走